大家如果打过那个超级玛丽那个游戏的话 是不是会发现说 那个超级玛丽会吃一个蘑菇 然后它就会变大呀 那你想一想 用户究竟要的那个产品 是那个蘑菇 还是那个变大的自己 那朵花只是我为了实现我的目的的一个手段 但是我真正想要的不是这个手段 而是完成我的任务 达成我想要的变化 是想要在什么情境 什么条件下 做什么行为 去达成我想要期待的改善 这才是产品的本质 什么叫本质呢 本质啊 其实是大家都听过的一句话 叫做用户要的 不是一个四分之一英寸的电钻 他们要的是一个四分之一英寸的洞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户要的 其实不是我们的产品 他其实要的是 我们的产品 帮助他完成 他想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要完成的一个工作 要取得的一个成果 或者我讲的更具体一点 我们用一思维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对产品的认知是 给用户好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所有要做的事情 我们的焦点就会放在 优化产品这件事上 但是当我们对产品的认知是 产品这个盒子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 帮用户办成事 如果我们对产品的认知是这个 那我们上面所有的着眼点 就会变成优化成果 而不是优化产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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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